咽喉肿痛痛快出击 三金牌桂林西瓜霜含片 邀您收看前情回顾 蓝大人 如果在大点的时候 我还会给你回心 恐怕我也得胸脱气少 三金牌桂林西瓜霜 救命 这 这 第二阶这些人 怎么一瞬间都死了 太后 这太后 扎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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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的 什么 不需要 别奔放了 这一集 我们有些宜监 他们让那个 联系统 看 我们一看 这一个 是 杉洁 并 有 不错 不错 太后不是在棺材里面吗 怎么去外边了 就是啊 太后身上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何物 太后身上的血书 念 三十年前 皇子病重 药实无医 太后假借回生阵法 已易民间难应替之 我摩洛族巫女 忽然窒息 于心不忍 便将奄奄一息的真皇子 带走治愈 世书起初 这不可能 真是老师啊 这 继续念 二十年前 巫女欲将皇子送还 与忠书侍郎兰林商议 怎聊太后听闻真皇子在世 唯恐侍卿卿败露 竟决意斩草除根 下令暗杀 亲子 这太后就被做出私了事 凭见我摩洛族人 全族尽数诛杀 建议叛国罪 灭兰林满门 我摩洛族人二十年来 死不瞑目 冤还盘缓于世 无法离去 天道昭彰 太后杀子灭族 罪孽深重 唯有朴师荒帝不得善终 无足冤魂 方可安息 太后杀死皇子 祸乱皇室血统 难道 柳太夫刚才所讲都是真的 老臣不敬 赶请御蝶已关 当年太后 命玄机将我活满时 也像这夜御蝶 一并交给了她 命她焚毁 却为了天降闪电 狂风呼揍 这玄机本就心中有鬼 剑状更是不敢多留 就为等玉蝶点燃 落荒而逃 随后这玉蝶 被落入我的养母之手 旗上有我幼时掌闻 和太后掌闻 诸位比对之后 便知真假 当年见过圣上御蝶的 除去老夫之外 还与王太尉 窦上书 请二位一验 请御蝶 这真的没有了 玉蝶 怎么没呢 贵儿 这 这遭队上了 请司天见少监 上前合查 少监多年来为皇室补卦策算 钻研了无数掌文 想必能辨出真假 要是 孤太医御蝶上的婴儿掌文 的确与他本人的掌文并无二致 先皇印信和太后掌文 都能够对杀 都尚书 结论如何 和焰无误 既有御蝶为证 主公 当再无异议了吧 此事 关乎皇室正统 老夫以为 干系重大 还须从长计议 诸位 选择 投靠何方 又如何保证自己最后功成 而不是成为受倾压的枯骨 我等理应 顺应天意 不乱反正 拥护真龙归位 太父柳宪 率群臣 恭迎圣上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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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乃太后大丧 亲皇登基 恐不合礼制 礼部侍郎何在 堅持继续 大丧 历代典基中 却有二理变行之仙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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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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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可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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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晓晓 小晓晓 大家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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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